Hello 大家好 今集想和大家看一款八達斐麗2022年的新款 因為剛剛在 Watchers and Wonder 裡面 他們亦發佈了幾個新款式 這款我都覺得頗值得拿出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款的型號是5374-300P 配備了三文和萬年歷兩大複雜功能 大家都看到它的錶殼和錶圈都相有方鑽 相當之華麗 因為方鑽的雙嵌技術比圓鑽複雜 大家可以留意到12刻度上 是相有13顆藍好石 因為12時多了一顆 所以整體加起來是13顆 再給大家看一點規格 其實都是用一個自動上鏈機心 都是用一個教堂的陰網 做三文打網的陰網 因為之前大家想知道怎樣聽三文 我之前的影片都有介紹的 大家不妨再看之前的影片 其實是用一個薄金 950的錶 直徑是42毫米 厚度是12.28 當然 你匯聚了兩大複雜功能的話 12.28毫米的厚度是絕對可以接受的 非常之正 很漂亮 而且當然是相互方鑽 寶石看起來也不少 你看看 其實有120顆鑽石 有7卡 7.1卡 計算錶圈和錶殼 剛才也有提及到 13顆藍寶石 就裝陷了在黑度上面 相當之漂亮 是漂亮 是漂亮 和漂亮 它有外在美 和內在美 相當之 哇 這隻錶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見到實物 價錢 敬請隨身 大家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大家猜一下多少錢 這隻錶 靖泰的圖樣就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有說的 藍寶石的黑度 令到黑度顯示非常清晰 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除了飆殼 飆圈之外 原來它裏面也相有方鑽 哇 漂亮 非常之漂亮 和配上深藍色 其實我看它的圖片應該有少少漸變的效果 不錯 不錯 真的不錯 這隻 不知道有沒有緣份見到實物呢 希望有 還有 其實大家都看到 它配備了 原來用了珍珠桌 所以它就 嘩 如果它不做珍珠桌 應該會更厚一點 所以其實都 大家看看 它除了珍珠桌之外 它上面 嘩 還有一個百達匪麗的標誌 OK 所以這隻 新標 大家都值得留意 這隻 就是出了一些漂亮的東西 叫做 三文加萬年力 再加上一個方鑽 顯示出 因為其實PP除了制標之外 它們的寶石雙陷 都出名 值得大家去關注 OK 今集介紹到這裡 我們就 下集再見大家 拜拜